今天再和大家吃火鍋放題 今天吃的這間火鍋放題店 位置上就相當方便 在尖沙咀、尖東最旺的位置 即是中央噴水池的位置 旁邊的一個商場 旁邊就是富豪九龍酒店 在這個商場的二樓就是這樣 位置上相當不錯 無論你在尖沙咀、尖東港鐵站、紅磡隧道口 走過來其實都不是很遠 我今天去的是這間 德興火鍋海鮮酒家 這間店有做一個火鍋放題 價格上都算不錯 包、茶芥、湯底和醬料 每位220元 5、6日假期每位再加20元 另外再加1元 午市就照晚市的價錢 9折 即是大概200多元 已經可以吃到 由旁晚5點半開始 不限時 喜歡吃到幾點都可以 可以吃到酒樓山都可以 但最後餘下就10點半 另外 午市都有這個火鍋放題 由12點到4點半 晚市假 照價9折 即是午市吃的話 200元都不用就可以吃到 價格上 相當底 亦都是比較少有的 不限時火鍋放題 另外每位多送你一杯 Move a Pack 雪糕 重要 這間火鍋放題配的鍋底相當不錯 跟我一起走上去 我平日晚市光顧 基本上都不用搏位 直接走進 扶手上兩層就是了 這間酒樓相當大間 佔據了這個商場一整層的樓面 火鍋放題就是這一邊的位置 走過條長長的走廊 就到這個火鍋放題的位置 位置上相當寬落 這間酒樓的格局 有些傳統舊式少少的酒樓格局 沒有特別華麗的裝修 但座位上相當寬落 我去那天雖然不是假期 但近新年頭 他計算假期的價錢 $240一位 我們坐的這邊 基本上都七八成滿 我們兩個人坐了一張四人的桌 普通的酒樓四人桌 不過我們兩個人 酒樓的環境就是這樣 先和大家說一下這間窩底的選擇 這裡的窩底 除了一些特別少少的窩底之外 一般窩底單拼就不用加錢 雙拼就加$28 2至6位就可以選一窩 7位以上就選兩窩 窩底的選擇算是不錯的 有兩款雙拼不用加錢 不過是最普通的窩底 就是沙爹拼清湯 和麻辣拼清湯 這兩款雙拼不用加錢 其他的話 雙拼就加$28 單拼就不用加錢 分別有這個 木瓜雪耳窩 相對是清少少的窩底 另外還有些常見的 香西皮蛋窩 黑白胡椒豬肚窩 東陰宮海鮮窩 東營海鮮窩 還有特別少少的 金腿芥菜窩 麻辣雞窩 和海參鮮菌豬骨窩 青湯蘿蔔 牛腩窩 花雕藥腺醉雞窩 以及雞蟲肉 瑤柱雞窩 這些就不用加錢 另外有兩款特別少少的 就是這個珍寶豬骨窩 就要補$58 以及這個雞煲刺窩 就補$88 這裡的湯底選擇相對是不錯的 都有一些頗特色的窩底 另外火鍋配料 就分了兩類 一類就是剔子仔 另一類就在外面自助區自取 剔子仔的就有這些 肉類方面就有羊肉卷 尖叫牛肉眼 肥牛心腹肉 金錢展 黑豚肉卷 另外就還有滑豬紅 雞子 滑雞片 布包豆腐 還有這個手打蝦丸 手打麻辣牛丸 另外有些海鮮海產類 就有魚肚 花枝片 魚頭韻 半殼青口 翠環魚片 翠環魚骨腩 逐串海山蝦 還有這個白鮮片 另外這裏少有些 它就寫明份量 丸和餃類 每份份量就兩件 好 再和大家看一下外面自助區食物的選擇 外面食物的選擇 其實都算不錯 有牛扒葉 鵝腸 水油 豬肚 金錢肚 豬粉腸 還有蜜魚仔 牛腩 蟹 蟹柳 這些小小的魚皮餃 然後還有幾款菇 好像瘦珍菇 金針菇 鮮冬菇 等等 幾款的魚蛋 蜜丸 蜜丸 貢丸 枝心丸 龍蝦丸 還有一些脆皮腸 然後還有一些瓜瓜菜菜 好像芋頭 蘿蔔 冬瓜 南瓜 蕃茄 粥米 薯仔 豆品類 有豆泡 鮮腐竹 炸腐竹 響鈴 枝竹 山根 等等 調味 就是這裡 普通的豉油 芫茜 辣椒 蒜 蒜 蔥 炸蒜 麻醬 還有一些少有的魚露 等等 都有的 菜 反而選擇就不算很多 只有一兩款放在冰箱上 還要的冰箱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不知道是給我們拿的東西 還是自己放的東西 好像有些午餐肉 這些好像腐皮卷 但是就不知道能否拿 我就沒有拿過 另外還有烏冬 出錢一丁 炸魚皮 然後還有一款糖水 紅豆沙 另外飲品就是這個冰箱 選擇就不算豐富 普通的海洛雪碧 另外還有一些特別少少的 這些罐裝飲品 還有罐裝的茶 韓國的罐裝飲品 還有這款啤酒 全部都是喝的 亦都是有一桿 不知道什麼飲品 不知道是給我們喝 還是怎樣 外面食物的選擇 大致就是這樣 這裏的自助區 相對是幾闊落的 看看 除了放題配的食物之外 亦都可以加錢 配一些貴價少少的食材 好像這張紙 不過我們就沒有加了 只是吃去放題包的食物 好了 我都是每樣點點 每樣拿點 開餐 湯底 我們就選了這個 基松茸瑤雞鍋 這裏的鍋底 和一般吃開的有少少不同 它是整碟材料 拿過來給你自己加進鍋裡 就可以看到它的材料有些什麼 就是這一碟 賣相都不錯 有些基松茸 有些雞 另外還有些菇菌 這些小小粒的瑤柱 淮山 材料都算不錯 不過 說一件特別少少的東西 我們點完餐 點完火鍋配料 拿起火鍋配料 放好 看看多豐富 有沒有覺得漏了些東西 就是我拿了些東西回來 拍好了 拍好了 湯底都還未到 幸好它是不閒時 等了一會 湯底才到 先加些鍋底配料 入鍋裡 滾一滾 好了 再和大家看一下各樣的火鍋配料 首先 幾款的肉類 肉類的水平 未去到最高質 但整體都算不錯 還有牛肉眼 心腹肉 金錢剪 這三款牛肉都不錯 不過肥 肉味都算不錯 一碟就四片 大大片 看看牛肉眼和心腹肉 大大片 金錢剪 就這樣細細片 錄完之後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羊肉卷 就這裡 都算不錯 這個微微的鬚味 另外一個黑豚肉卷 就淺色一點 這個 也是大大塊 再跟著一個豬紅 正常水平 另外這個布包豆腐 就普通 不算特別滑 然後還有些手打的丸 有這個蝦丸和麻辣牛丸 細小粒 一盒有四粒 頭頭就這樣放下去 四粒黏了 不過一格就開了 這兩款手打丸 都算不錯 質地都不錯 這個就是蝦 這個就是麻辣牛丸 不過麻辣味不太重 再跟著 海鮮海產 魚肚不錯 挺爽 花枝片 不硬 都有鮮味 另外這個半殼青厚 大大隻 看看 正常水平 跟著這個翠環片和翠環骨腩 不太夠脆 正常水平 另外這個海蝦 這個挺不錯 蝦都算大隻 挺鮮 挺甜 而線片 都算不錯 少少爽口 挺好 這個湯底清清的 挺不錯 有少少菇菌味 再跟著 就外面拿的火鍋配料 這裏 外面拿的火鍋配料 整體質素都算不錯 幾款的軟都不錯 唯一是這款黑色的 很粉 不太行 其他的軟都不錯 魚皮餃就正常 另外這個蟹柳 挺好 再跟著 還有一些瓜瓜菜菜 蕃茄相當不錯 大大片 挺新鮮 還有鮮淮山 鮮淮山都不錯 挺爽口 跟著枝竹 腐竹 響鈴山根 都不錯 正常 這款金錢肚 挺好 夠軟 大大 挺夠味 另外鵝腸 都算不錯 豬肚就正常 魚蛋都不錯 還有這款蟹子餡的軟 都不錯 粟米都挺甜 魚皮都可以 都脆口 山根和響鈴都不錯 粉腸 我就沒事了 看起來比較肥 還有這款蜜魚仔 可以 豬肚都可以 不鬆 牛帕葉 正常水平 不硬 水油都不錯 跟著這個牛腩 賣相其實 我覺得一般 但錄完之後 又不錯 夠軟 還有蓮藕 蓮藕 就正常水平 鮮冬菇和金菇 都是正常的 湯底裡的雞 就普通水平 但是菇菌 挺香的 菜相對 就一般了少少 有少少黃 最後 吃多包烏冬 普通的瘦島牌烏冬 都滑的 可以 看一下幾大碗烏冬 蕃茄牛肉烏冬 飲品 飲完一罐又一罐 都有些大陸的汽水 韓國的罐裝飲品 另外還有些啤酒 不過我就沒有喝了 特別少少的就是這個 少見一點的冬瓜茶 冬瓜茶偏甜少少 冬瓜味都不算特別 不算很特別 另外 例如肉類 就用這些普通的碟 一碟一碟搭糕 但是中間都會隔層 這些精液的紙 就不會碟底 蝦住肉 然後其他甜品就沒有了 只有糖水 就吃了一碗紅豆沙 普通酒樓紅豆沙的水平 而每位附送的雪糕 就這個Muffer Pack的雪糕 不過 事日就沒有朱古力味 兩位都要了這個草莓 可以 看看多豐富 吃完一碟 又一碟 整桌都是東西 看看 埋單兩位 新年頭 特別日子價錢 就204元一位 再加一 總共就528元 即是平均一位 260多元 如果最便宜 平均一吃的話 便宜多20元 5試的還有9折 價格上都算不錯 還有 這裏是少有的不限時 任飲任食 火鍋放題 喜歡坐多久都可以 就可以讓你慢慢坐下 聊聊天 位置又相對方便 都是一個火鍋放題 不錯的選擇 肉類選擇都算不錯 海鮮類雖然沒有名貴的海鮮食材 但都算不錯 整體滿意 都推介大家來試試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 拜拜